說著基杜山幫羅子伯寫的訴訟是這樣的 我是被科西家人多福謀殺的 他是討論虎公船上五十九號囚犯 我和他是同一條鎖鏈上的同伴 羅子伯說 快點啦 如果不是 我就不能夠簽紙的了 基杜山張支筆遞給羅子伯 他出盡力簽了紙 就躺下床 他說 其餘的事情 你幫我說吧 張老閣下 他自稱為卡案里 住在太子酒店 我要死了 張老給藥瓶裡的藥水聞一下 於是他又睜開眼 張老閣下 你 你會把我 告訴你那些事情 全部都說出來的嘛 你 你 你肯不肯呢 肯? 而且還會說得更多? 你還會 說些什麼呀? 我會說 你家屋的圖樣 是他畫給你的 希望白鳥殺死你 我還會說 他寫了一封信給白鳥 將你的企圖通知白鳥 白鳥不在那裡 我看了那封信 於是我坐在那裡等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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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殺走的 會不會 讓我 抱著這個希望死 這樣 會使我死得容易些 基督山繼續說 我還會說 他始終跟蹤著你 監視著你 當他見到你 在那間屋出來的時候 他就走去牆角裡 躲起來了 啊 你 這些事 你都看到了嗎? 你想想我講過的話 我說 如果你平平安安回到家裡 我就相信上帝已經寬恕了你 而我亦都可以寬恕你了 羅慈包用手燈撐起身體 他說 啊 啊 你 你警告都不警告我 一聲 你知道我 一離開 你這間屋 就被人殺死 你 你 你這樣都不警告我 我 我不警告你 因為我看見上帝借用多福隻手來執行他的法律 如果我警告了你 就違背了天意了 上帝法律 上帝法律 你真是相信上帝的了 就算我不信的 但是見到你這種情形 我不信都不行了 你聽著 你臨死的時候 還不相信上帝 而上帝已經為你做過很多事情 他給你健康 精力 正當的職業 甚至還給你朋友 這種生活 凡是有良心的 不是想起自己不應該得到的東西的人 的確可以很滿足的了 而你呢 不但沒有好好地來利用這些上天給你的恩惠 反而在一次冥頂大罪之中 斷送了你的一個最好的朋友 救命啊 救命 我要的是醫生 不是全教士 或者我受的傷 不是致命傷 或者我還不會死 或者他們還可以救生我的 你的傷是致命傷來的 如果不是我給了三滴藥水過你 現在你早就死了 你聽我說 你…你…你…你這個長老真是古怪 你…你不但不安慰臨死的人 反而要逼他們轉 聽著我 聽著我講 當你出賣你的朋友的時候 上帝並沒有立刻打擊你 而只是給你一個警告你 你被貧窮所迫 你半世人貪圖富貴 又不是用正正當當的手段去賺錢 那時候 那時候上帝為你創造了一個奇蹟 借我的手 送了一筆財富給你 在你來講 已經是非常可觀的了 但是當你得到之後 你又覺得不夠了 你想再增加一倍 用什麼法子呢? 殺人 你成功了 但是上帝把你帶到法庭 那時候 那時候不是我… 不是我想殺那個珠寶箱 是…是我老婆 沒錯 上帝慈悲為懷 搖述了你的命 將我送去苦工船 你終身做苦工 真是夠慈悲了 你當時認為這是慈悲的 你一聽到宣判無期徒刑 就高興到狂跳起來 後來有個英國人去訪問討論 他誓願要救兩個受罪的人 他剛剛選擇到你和你的同伴 你又得到一筆財富了 你本來命中注定一世要過囚徒生活的 現在又可以過上人一樣這樣的日子了 但是那時候 你這個壞蛋又第三次觸犯了上帝 當時你的財產還多過以前 但是你說我還不夠 於是你又第三次犯罪 你沒有藉口了 上帝掩護你 他懲罰了你 羅茲白的氣息漸漸弱了 他說 給我一點水喝 我好頸渴 我周身好像火燒一樣 這樣啊 基督山給了一杯水 他 他喝了 交了玻璃杯給基督山 他說 不過 多福那個東西被他走掉了 我告訴你 誰都走不掉 多福也要受到懲罰 那 你也應該受到懲罰 因為你沒有盡到掌路的責任 你應該阻止著多福 不讓他殺我才是 我 你把刀 先頭不是在保護我心口的鋼絲背心上 在上面整斷了嗎 如果我發現你個人知道悔悟了 不是那麼凶惡了 我就可能會阻止多福 不讓他殺你 但是我發覺你依然是那麼傲慢凶惡 所以我就讓你落在上帝的手上 羅茲伯反駁了 他說 我不相信有上帝 你自己也不相信的 你 你斜大炮 斜大炮 收成 你這麼惡做什麼 那你就死快點 現在處死你的就是上帝 而你竟然還不相信他 他要你做一次討告 說一句說話 流一滴眼淚 上帝就可以寬恕你 你還不相信他嗎 上帝本來可以洗空手的匕首 在薩時之間了結你的生命 但是他給你多十五分鐘 等你有時間來懺悔 所以你想下了 壞蛋 懺悔了 不行 不行 我不懺悔 天地間根本就沒有上帝 沒有神 有的只是命運 天地間有一位神 有一位上帝 正確就是你躺在那裡 絕望地否認他 而我呢 就站在你的面前 富有 快樂 安全 並且恨求上帝寬恕你 因為你的嘴雖然說不信上帝 但是我心依然是信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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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誰呢 仔細地看一下我 基督山中燈光照著自己的臉 嗯 掌老 你是布莎尼掌老 基督山 基督山除了改變他形象的假髮 等他本來的黑頭髮垂下來 羅斯伯大行一驚 他說 如果不是那隻黑色的頭髮 我就會說你是那個 英國人威馬昏雀 我既不是布莎尼掌老 亦不是威馬昏雀 你再想想 在你早年的記憶裏面再想想 嘿 沒錯 我想 我以前見過你的 也認識你的 沒錯羅斯伯 你見過我 也認識我的 那 你是 你是誰 哪個呢 你既然認識我 為什麼還讓我死呢 因為已經沒有法子救你了 你受的是致命傷 如果還有可能救你的命 我也一定努力救你的 我憑我父親的墳墓法勢 憑你父親的墳墓法勢 羅斯伯正是回光反照 他揭力支撐起身 想更清楚地看一下那個法勢的人 你 你到底是誰啊 基督神知道羅斯伯快死了 他走過去彎下腰 小小聲地說 我是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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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很小很低 但是羅斯伯聽到了 他本來已經撐起一個新櫃在那裡 現在他用盡全身的力氣 將兩隻手伸亮天空 他說 啊 上帝 我的上帝 原諒我 先替我否認你 你是存在的 你確實是人類在天之父 也是人間的審判官 我的上帝 我的主啊 我以前總是鄙視你 寬恕我 我的上帝 接受我 我的主啊 羅斯伯閉上雙眼 跟著伸淫了聲 嘆了口氣 啼啼聲 跌了底 傷口已經不流血了 他已經死了 基督神看著屍體說 一個了 十分鐘之後 醫生和檢探官偉傑拉先生都來了 醫生是門訪帶來的 維爾拉先生是阿里帶來的 布莎尼長老接待他們 當時他正在屍體旁邊祈禱 話說有一名歹徒膽敢進去基督山伯爵虎企 做偷竊這件事 在隨後那兩個星期 成為全巴黎的談話中心 那個徒賊臨死的時候 在一份字白書上面簽了名 說暗殺他那個人叫做多福 於是警察局下令逐拿兇手 羅氏伯爵案用的小刀 燈 百合鎖匙等等都傳入檔案室 屍體已經送去屍體認領處 讓我親屬認領 基督山伯爵當人問起他的時候 都說這件事是他去了阿道村別墅的時候發生的 那天 剛剛布莎尼長老在他家裡過夜 現在他書房查閱幾本珍貴的書籍 所以這件事他只是聽布莎尼長老說 當晚事發之後 就請了檢察官偉爾拉先生去 他已經接受這件案 弱手處理 但是足足過了三個禮拜 警方雖然是認真地緝拿兇手 不過始終抓不到 漸漸漸漸 這件事人幾乎忘記了了 丁玉琴小姐和卡安尼指著的結婚日期就快到了 卡安尼已經在丁家被當作是未來女婿 卡安尼寫過幾封信去徵求他父親卡陀羅少教的意見 卡路先生胡遜說他非常贊成這件婚事 不過他因為有事走不開 所以就不能夠來參加婚禮了 他又答應拿出三百萬法郎的本金 這三百萬每年可以獲得十五萬法郎利息 委託丁家思拿去投資 丁家思聽到當然是歡喜到什麼感受 好了,話分兩頭 我們說回蒙雅培動波香決鬥的事 波香要求延期 不過延期的時間就快到了 蒙雅培現在已經了解到基督山 為什麼勸他識事寧人 因為誰都沒有留心到關於蒙菲南將軍那段消息 誰都沒有看出 出賣阿尼納城的法國軍官 就是貴族院裡頭那位高貴的蒙菲南馬塞夫伯爵 但是蒙雅培認為那幾行消息 顯然是一種故意的侮辱 所以他仍然希望決鬥 波香自從蒙雅培去拜訪他那天起 就沒有人再見到他了 他究竟去了哪裡呢 誰都不知道 有一天早上 蒙雅培的伯人叫醒他 說波香先生來了 蒙雅培趕快穿好衣服 下樓回合室 看到波香在那裡度來度去 蒙雅培說 波香 波香 你還沒等我去拜訪你 反而先來我家 非常歡迎 請你告訴我 究竟我應該和你握手 保持我們的友誼呢 還是請你選擇武器呢 波香說 波香 我們坐下才慢慢說來 波香 在坐下之前 我要求你回答我的問題先 阿培 我很難回答你 很容易的 你願意更正呢 還是不願意更正 阿培 當問題牽涉到陸軍中將 蒙菲南馬信夫伯爵 這樣的人的名譽 地位和生命的時候 緊緊回答是 或者不是 是不夠的 那你怎麼做呢 要和一個朋友決鬥 一定要有事實證明 非決鬥不可 才可以決鬥 我剛剛從阿尼納回來 阿尼納?不可能的 這本是我的護照 你檢查一下上面的簽署吧 蒙雅培看到波香的護照 然後很驚奇地說 你真的去過阿尼納嗎? 波香說得吞吞吐吐 蒙雅培以來 波香發了一條假消息 又沒有膽量承認 除此波香說 那條消息是正確的 什麼? 那個法國軍官 是 那個飛南 是 那個出賣城堡半面主公的人是 對不起我的朋友 那個人就是寧尊 蒙雅培 蒙雅培生氣得瘋了 這麼衝過去波香樹 但是波香並沒有抵抗 只是用溫和的眼光 看著蒙雅培 蒙雅培不由自主 這樣就不動了 波香說 你不用急了 證據在這裡 講完 波香在袋樹 拿了一張文件出來交給蒙雅培 蒙雅培打一看 原來是阿尼納四個知名人士 寫了一張證明書 證明蒙雅培在鐵埃里總督手下服務的時候 曾經接受了兩百萬法郎賣城投行 那四個人的簽紙 是經過合法的鑑定 認為完全無誤的 看完證明書 蒙雅培支持不住了 等了兩張議書 沒得懷疑了 家庭的名譽完全沒有了 她忍不住流出眼淚 波香很同情地看著她 過了一陣 波香走到她身邊說 現在你了解我了嘛 阿婆 我本來想親眼見到一切 親而判斷一切 希望得到一個結果 能夠有利你的父親 希望我能夠為她主持公道 但是相反 事實證明那個被鐵埃里總督提拔 做到督軍的蒙菲南 正是現在的蒙菲南馬塞夫白鳥 於是我就趕快來見你了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請下回分解